11月25日,有网友在香港偶遇到了李湘,并晒出了她的背影照,画面曝光后,引发广泛热议。 值得一提的是,网友问她是不是李湘,旁边的助理回应,不是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对方头戴帽子,身穿白色上衣搭配黑色宽松长裤,脚踩一双高跟鞋。 从背影来看,确实很像李湘,而且她身上还披了一条迪奥的围巾,与李湘的风格非常相似。 李湘与女儿王诗玲非常弱衷于迪奥,被网友称为迪奥隐形代言人。 衣服和包包基本都是该品牌,助理称她不是李湘,估计是不想被打扰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李湘的社交账号IP地址显示在广东,很显然她应该去了香港。 看到李湘的近照后,不少网友直言她的衣品真是一言难尽,出门好喜欢戴顶帽子。 卓贝林似的,甚至有人调侃李湘这近照,看上去有200斤吧。 但说这话还是太夸张了,李湘身边跟着一位男士,对方也背着名牌包,估计是她的助理。 上个月,李湘一家三口前往香港出席晚宴,有网友在酒店门口偶遇到了李湘。 王诗玲一身运动装打扮,李湘走在前面,王越伦则默默跟在模拟俩的身后。 李湘的身材似乎没有瘦下去过,即使穿着高跟鞋依然被拍成了55分。 当天李湘还晒出了王诗玲与品牌方的合影,并且为其安排的专门的座位。 可见品牌对于李湘一家非常重视,有博主还晒出了与李湘的合影,能够看到李湘带着名贵珠宝,一副贵妇装打扮。 站在C位气场十分强大,虽然照片修土了,但李湘的身材依然非常圆润。 王诗玲与爸爸合影,妇女俩完全就是一模一样,王诗玲酷似男版王越伦。 11月26日,王诗玲晒出了多张美照,14岁的她穿着粉色拖地长裙,在窗台摆拍,一一度被误认成了Angela Barbie。 有网友直言,这身不知道是我多少年的工资,投胎真是个技术活。 王诗玲还分享了与同学的合影,两人身上都是品牌,别人是去读书,而王诗玲给人的感觉像是度假。 自从王诗玲开通社交账号后,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找了几百万粉丝,而她平时就是秀一些日常,引来了无数人的羡慕。 一直以来,李湘都是富洋女儿,而她也曾公开说过,要把最好的都给王诗玲,对此,你怎么看呢?